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刘玉是青春版牡丹亭里的杜丽娘 是白蛇传里的白素珍 是活跃在昆曲舞台上的新生代力量 她自2004年进入苏州市昆曲学校学习 入学不到一年便获得了全国小梅花奖 其实现在昆曲对我来说 已经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割舍开 每天上班接触的都是昆曲 然后下了班之后可能还会有演出 所以感觉它就是我生活中 每天都必须要去碰的事情 就已经不是我光喜欢它这么简单了 那个时候我考进学校才只有11岁 所以就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表演形式 岛山城卖爱景 你刚开始进学校的两年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第一节课就是拉腰腿的韧带 所以就刚开始的两年 整整两年都是在练基本功 又是很枯燥很乏味的东西 因为每天就是这样反复的在练 不可避免的就是浑身的肌肉酸痛 甚至是骨头摔断 也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两年觉得特别特别的艰苦 其实每个人都是从学员开始过来 我们也是从对这个舞台很深疏 对表演很陌生 然后看上去都非常的不熟练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也是靠一点点舞台上的经验 慢慢的把自己人找磨掉 或者说植入自己的一些思想 一些揣摩 然而 在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的今天 曾经鼎盛的昆曲 也慢慢褪居舞台的抑郁 喜爱她的人推崇她 不爱她的人忽视她 而更多的人只是不懂她 就是传帮带是我们三个比较核心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单位也特别注重我们青年人的传承 然后也非常的支持我们青年人跟老艺术家多的学系 点渐贵 不是 很麻烦 你要不跟一人 你这是这个果然的买 这是 你看我根本气怎么动的 那是因为有的 啊 像风 副凶 像风 这是 如果 摇 小 煤 再来 马上 我 高 等 我 散 绍 我们 受 然后呢教学生的话 其实我觉得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昆曲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今社会对昆曲来说 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昆曲需要大众的支持和鼓励 我离宫 车工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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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上事 车工丧事 车工丧事 在苏州的粉墙带瓦间生活久了 在水墨腔的一字形腔中认真惯了 刘宇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戴上了苏州的性格 刘宇银银 其实我演的最多的就是杜云阳和白素珍 不管哪一个古时候的吸取人物 他都是外表偶弱 但其实他有一颗很强大的内心 因为如果他内心不强大的话 不可能去打破传统打破封建 其实跟现在人是一样的 有不同的地方的 就是苏州的姑娘 应该都是属于那种柔情似水的那种 但其实他的我觉得性格脾气 也不是很柔弱的那种 就是柔中带刚的那种 我特别喜欢的苏州 因为江南水香马 特别的撩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是昆曲的发源地 而且我也是从小生长在苏州 所以就是对他的情怀是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就特别的爱这座城市 因为一份纯粹地喜欢 刘玉的生活里到处都是昆曲的影子 因为一份执着的热爱 乔兰蓉紧握着手里的刻刀 画着日趋没落的版画 十余年间自得其乐 桃花屋木板年画 是一门以拳刀为笔 在梨木上作画的功夫 在外人看来辛苦的活迹 对乔兰蓉来说 却是但愿长醉不愿醒的享受 我来到苏州读大学 也是就是为了后面要遇到她 就跟我遇到桃花木板年画是一样的 就是我对她挺忠情 后来证明她对我也挺忠情的 好 好 我们的困点画它分为三个步骤 画可硬 那么画呢就是问题问题太大了 因为我们据我是小学的话到大学 所以基础还算还算好一些 然后木板的话它是有一个木板这样的一个媒介 在画的时候呢是一个感性的表达是很冲动的 对于我们这个刻板的要求来说 要摸上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砂纸来打磨 就是对这个贴量上样的要求 技术要求特别高 如果你脚膜抹得不平 或者说一点点瘦潮它就会偷渴 就是说你还没刻完 那其实它的纸已经掉下来了 就不行了 那我们现在改进了用的那个白乳胶 它粘粘性特别大 然后也能溶于水 就是说我们后面也能把它洗掉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白乳胶 然后这样子呢等它干了过个明天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刻了 那质白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严谨 也非常隐性的一个过程 我像我这样做了十几年了就是也还不是说 能百分之百能够控制最终刻出来 印出来的效果和我最初创作的那个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过程就非常有意思 对因为你不可知才让人欣喜嘛 一笔一刻的光音抹去了乔兰荣最初的急躁 年复一年的质版创作 更练就了她从容淡薄的心境 和对生活思思入微的体察 我非常喜欢乌州整个城市 节奏不是特别快 是跟我个人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契合的 如果心情好的话 我可以走路回家 路上一路的风景也很棒 那这块我订了 就我做这块 我帮你弄 好的好的 谢谢红师傅 没关系 好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好 红师傅再见 因为苏州它是一个很人文的城市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苏州的私家园林 它会能代表一些苏州文人对他们的一些认知吧 很多人会把苏州或者说江南比作女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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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的保护 对孩子的教育的引导 对孩子的教育的引导 对孩子将来人格发展的规划等等等等 研针招呼都没打 飞快的朝湿地方向飞走了 在年画制版的工作之余 乔兰柔会在桃花屋木刻年画博物园里 像来访者讲解 《中回镇宅》 《公司昌门图》等作品 他希望这些栩栩如生的版画 能为他们打开另一扇 看社会的窗户 所以我们以前要表达的就是在新创作年画的时候 我都想让他来听这些个 就是说怎么样子让人们在那么快逐温的社会 怎么样子在这样清晰报答的时候 工作在这个现场或个年画面 有那么片刻的回忆 版画之于乔兰戎 正如天空之于飞鸟 是一份必不可少的快乐 尽管桃花屋版画被贴上了需要保护的标签 但是对于真正热爱他的人来说 这永远是一场感性与理性交织的冒险 历史 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淀 艺术在缓慢的手工中闪光 与版画一样 刺绣也是一门 需要用时间来造就的艺术 生长在太湖边的张学 是苏州镇湖 为数不多的绣郎之一 大学毕业后 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选择回到镇湖 拿起银针和绣线 投入到刺绣这个行业中 我自己是一个镇湖人 然后小的时候又受到影响 然后我是自己觉得 本身这个行业 其实它是非常的有前景的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行业发展呢 也挺好的 坐落于太湖之宾的镇湖 是苏绣艺术最坚实的民间土壤 不足两万人的小镇 聚集了八千绣娘 但大多数绣娘已经是中年妇女 在这个被打上性别标签的行业里 绣郎更是稀少的存在 但是从当时来说的话 可能更多不理解的是 来自于我的朋友 我的亲戚 还有我们政府周围的人 因为从他们的意识当中 好像就是说 张学你成绩也挺不错的 那你比如说去银行啊 或者说这种外资企业去上班啊 可能这个的话 更符合他们就是 他们自己意识当中 应该去的一个去处 我还是很坚定的 他们觉得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当时就想 今后的话 我肯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 就是当时我做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比如说古代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能新闻当中 有的人会觉得太传统了 但事实上你去深挖掘 都会发现它很多东西 它是很有美感的 你把这些东西的元素挖掘过来 再做一些改变这种设计的话 你会发现做出来的东西很漂亮 现在支撑数学行业的 还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很多人愿意来学刺绣 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意愿性很强 说一定会学好 但是真正最后能够留下来的 真不多 比如说像现在的话 整个社会的风气 复杂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是 用时间来说话的一个行业 就是时间做得越久 才越出成果 早晨是镇湖最热闹的时段 早餐店里热腾腾的包子 不绝于耳的叫卖声 和来来往往的车辆 叫醒了沉睡一夜的小镇 早上八点 秀娘们纷纷纷到达张雪家 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一幅精准的底稿 是秀娘们在崩架上 飞针走线的基础 为此张雪和母亲往往要在底稿的选择 测量和勾画上 投入大量精力 要再拿到家里面去 因为那边的话 胶水啊 柴的刀啊都有 然后拼了以后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圆杆 放在这儿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画了 丝线的颜色有超过400种 因此每一幅作品的配色 都需要姓娘们细细思量 反复尝试 像有一些色彩 实在是很接近 接近到就是 差异性很小很小 所以有的时候 你得把两种都买回去 然后呢 得试做 就两种先做上去试试看 如果说那个颜色 做上去已经很好了 那OK 如果说做上去不好 有的你在那里面试了颜色 以后再用另外一种颜色 也要调的 有些西洋鸟 比如说它比较擅长 做花鸟的 有些比较擅长 做人物的 我们很多的作品 会把最好的资源 就是结合起来做 这样的话 它可以做到一幅东西 出来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精品 在张雪家里 刺绣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母亲和舅妈常常在一起切磋记忆 而她的父亲和舅舅 则精于刺绣作品的装表和制作 尽管起步于一片质疑声中 张雪始终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从业不久的 她大胆地将刺绣 与年轻人的品味相结合 试图找出苏绣 更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是 正好我同学 她结婚 我想要送给她一个 比较特别一点的 所以我就想到 能不能做一封刺绣 就专门是针对她的送给她 那后来我就是 从我自己画的素描 然后就到一个 我在想 那能不能把他们的 那个写真照 我去用素描的方式画一下 最后呢就有了 就是我送给我同学 非常特别的 结婚礼物的那幅刺绣 我去用素描的那幅刺绣 刁一幅精巧的版画 购一道迂回的长廊 唱一出风风雅雅的昆曲 绣一朵层层叠叠的茉莉 苏州的无门烟水 孕育了这些精致高雅的艺术 而一代代人的精益求精 不断创新 则让这些艺术的种子 在这片土壤上生根 发芽 茹壮 直至枝繁叶茂 浓印碧日 在花光水影中 为这里记下几个淡远的 岁月张回 在花光水影中 在花光水里有些人 在花光水顺着 在花光水里有些人 赶快地走在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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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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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